大家好,我是Asta 就快晚聖節了 不知道大家會想怎樣慶祝呢?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想看鬼片 在晚聖節 或者大家會不會去 主題公園玩 娃鬼遊戲 或者大家會不會 裝鬼裝馬呢?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 奉勸大家 不要進行這些活動 因為其實是很危險的 現在 晚聖節已經被商品化了 其實 那些企業 就把這個 包裝成為 一個禮物 一個很美麗的禮物 在外面包裝得很色彩繽紛 很色彩 但是,當你打開禮物的時候 會發現 咦?原來不是只要是 一份黑暗 一份恐懼 一份不安 但最諷刺的就是 你們花錢去買這份不安 其實 有很多人認為 我萬聖節 裝鬼裝馬 去狂歡搞 狂歡派對 去主題樂園感受一下 有些娃鬼的氣氛 其實我去參加這些 純粹就是為了 玩 就像Esther所說的 就是為了玩 很激烈的去參與一些 很刺激的遊戲 被鬼客 我實在想宣洩一下自己的壓力 想輕鬆一下 真的很簡單 難道這是一個問題嗎 但其實 名義上 一些企業 包裝到 整個的前景就是 只是為了資訊 玩鬼 去鬼屋 玩一些蛙鬼的遊戲 只是純粹玩的 但其實實際上 整個活動 實際上 跟撒旦 和邪靈 是牽涉著 好心好心的關係 你想想想 你去假裝鬼 假裝邪靈的本身 又想想 你們去狂歡派對 穿到鬼五十六 這些活動 雖然你們覺得我去玩 但其實 這個活動 背後的主角 並不是你們所說的 我去狂歡 我去玩 背後的主角 其實是撒旦 背後的主角 其實你們所做的事 都是 敬拜著撒旦 只不過你們不是說 撒旦 我很愛你 或者撒旦 我要敬拜你 你們用的方式就是 我去參與 和他有關的活動 所以 基督徒 是不建議 參與這些活動 因為基督徒 是 應該只要敬拜 獨一的真神耶穌基督 一個 敬拜我們的父上帝 但是 我們不可以去敬拜自己的仇敵 因為 就算你是去玩 但你所參與的活動 是和撒旦有關的 所以 我們也不可以去做 而且 玩萬聖節的活動 其實是沒有益處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很多人都是想去放鬆 想去玩 想去玩 只要玩 但是 當你玩完活動之後 是很不安的 你不會覺得 好 我真的 剛剛被鬼嚇到我 壓力全部放鬆 現在 很輕鬆 很開心 很開懷 即是 有一晚 可以好好睡 但其實不是的 你真實點去想 你有哪一次看鬼片 你不會害怕 其實 其實 你看完鬼片 你會很害怕 無緣無故 電視機會彈一隻鬼出來 或者你去廁所的時候 看著鏡頭 你會很害怕 後面有隻手伸出來 或者你會很害怕 馬桶突然露了一個人頭 是不是 勾起了大家 恐怖的回憶 不好意思 但是 真的 我們真的 不會得到快感 那種快感 只是在 玩的 短暫的時間 有 即是被鬼嚇到 或者我去 在 派對那裡 跳舞 狂歡 就是 那個氣氛 真的 那種快感 是很短暫的 不是長久的 玩完之後 也是覺得很不平安的 而且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很容易被邪靈撒旦 進來你的身體裡面 很容易被邪靈撒旦上身 因為當你做這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你是打開自己的心窗 要邪靈撒旦魔鬼進來你的心裡 這些活動 譬如通靈 看鬼片 跟撒旦有關的東西 這些東西 都是很容易被邪靈撒旦到你的身體 所以是很危險的 手尾會很長的 如果你是信徒的話 其實手尾也會長的 為什麼呢 因為說鬼其實是一件 雖然是靠著神去說鬼 但是說鬼 你會很辛苦 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邪靈是很頑固的 他不會放棄任何機會去擺脫你 他是會很渴望 可以得到你去折磨你 去摧殘你 令到你跟上帝分開 令到你沒有了這個得救 所以在驅鬼的過程裡面 是會很痛苦的 總之是 是有很多 譬如你的身體會痛 或者你會很暈 那些 所以 這個是距離你們想去放鬆 去減壓 的目標差很遠 還有 其實 我知道部分人 想去參與晚聖節的活動 或者去玩一些關於邪靈撒旦的遊戲 其實是 因為對於靈界有一份好奇心 如果你對那件事沒有好奇心 你不會主動去做 對嗎 而且 因為 其實你們 不清楚 我相信 部分人 不清楚 究竟 靈界是怎樣的 靈界很神秘 我很想探握手去看看 是怎樣的 所以 我在我的意識裡面 我覺得 靈界其實應該挺好玩的 是很神秘的 我很想知道更加多 所以 我就願意透過 萬聖節這個途徑 去更加參與這些活動 但是 當你知道 靈界 在這個神秘的面紗背後 是一片漆黑 很恐怖的時候 你不會上去 我打個比喻 譬如有一個 有錢女 很極端的情況 有一個有錢女 她從來不知道 那個虎謝怎樣寫 她不知道 有貧窮這回事 她不知道 原來 世界上 有一座垃圾山 是窮到 要去垃圾山 找 一些食物 或者 一些物品 去變賣 她更加不知道 其實垃圾山 是一大堆廢物 堆積在那裡 會有臭味 她很想去探求 因為她不知道 垃圾山是什麼 但當她去到那個地方 看到 原來垃圾山這麼臭 你覺不覺得 她還會去嚮往這座垃圾山 她會不會走過去 垃圾山 我愛你 然後抱著她 或者會不會在那座山上 滾你 滾你 玩得很開心 不會的 因為她已經知道 原來是這麼噁心的 這麼醜樣的 我不要你了 她會這樣 正如這個靈界一樣 靈界是很黑暗的 當你看到之後 你會掉頭走 你不會 你不會想再前去 那份 那份 神秘感 那份 神秘感 其實已經沒有了 走了 當你知道 是這麼噁心 這麼恐怖的時候 鬼是不喜歡你的 她不會像 一些電影製作 那些 吸血鬼 很愛你的 我們可以人鬼情未了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 電影商上吸引你們的錢 那些票 其實真實 吸血鬼 就是邪靈啊鬼 是不會愛你的 她就是 好像我剛剛所說 想摧殘你 想令到 你和神之間的關係脫離 她是 不愛你 也不會跟你做朋友 你會覺得 我去參加萬聖節的活動 是我玩鬼 我跟鬼玩 我想跟鬼做朋友 但其實 不是你玩她 是她玩你 她會操控你的意志 一旦你被她進來之後 所以真的很危險 那 那 真是聽理論 好像我很虛 不如這樣吧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經歷吧 其實 我以前 讀小學的時候 我也是 跟部分人差不多 都是 很嚮往靈界 我也是 很好奇的 我覺得靈界是很神秘 我很想得更多 所以那一陣子 小學 四年級 我整天 都看鬼故 看得很興奮 有看鬼故 有看恐怖熱線 有看怪談 經常都去看 然後 我還記得 我熱情到 自己 作了一本 畫集 是我自己畫了很多靈界的圖片 例如 有一個人在 後面有一隻鬼 我自己作了很多靈界的東西 我很好奇 很喜歡的 但是 那一陣子 我的好奇心是滿足到的 我的慾望是滿足到的 但是 我接收到這些訊息之後 我是覺得很不安 我是覺得 沒有了一份平安感 每一天我都會 我是會很害怕的 尤其是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的時候 我會 例如我坐在沙發上 我會很害怕 房間 會有一隻鬼 或者有一隻女鬼 披頭散髮出來 我會很害怕的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 我經常做惡夢 我經常做惡夢 例如有些人 坐在那裡說鬼故 那些人通常都是很陰森的樣子 然後 無緣無故有隻鬼 在後面打出來 我通常都是嚇醒了 那一陣子 我是完全沒有平安感的 我知道 神可能不喜歡我這樣做 因為 其實當時我跟神的關係 都不是那麼好的 我知道神不喜歡我這樣做 我心裡知道我這樣做 是不好的 但是我仍然想去探求 但是最終我發現 對我自己的 都沒有利益的 我相反是越看越害怕 所以我最終停了一陣子 那 但是 也有後遺症 其實也有些 其實有時候也會有些恐懼 但是我知道現在 我可以靠耶穌的聖明 去趕走他們 所以當我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那些恐懼都不再在 而且我還記得我 從二的時候 因為暑假沒有工作 所以我就很悠悠 我就去看了一場鬼片 對 我看了一場鬼片 那些鬼片 因為我做了很多研究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看鬼片 我之前是看一些鬼的節目 但我沒有看過鬼的電影 那個 FORM2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鬼的電影 又再加上有我爸爸陪同 所以我就更大膽去看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研究 有說他們的手法很好 那些拍攝手法很好 客人技巧很好 所以我就馬上去看了 其實我去的途中 上帝有跟我說 你不要去看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看 為什麼你要買錢 去嚇你自己 要用錢去買一個服務 去嚇你自己 是很不划算的 在走的途中 我最記得了 在走到天橋的途中 然後走進去商場的途中 全程 神是這樣阻止我 但是當我去到電影門口的時候 我說 我跟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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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不要說了 我已經下定決定 我要看 就是這樣 然後我最終沒有聽到神的建議 我最終就看了電影 看的時候很興奮 為什麼鬼會彈出來 很恐怖 很害怕 是很興奮的 但是完了之後 哇 慘了 我真的害怕到我 心都跳出來 我走回家的時候 因為有我爸爸陪著我 所以我 那個恐懼可以按住 但是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尤其是我看著鏡子的時候 我很害怕 然後睡覺的時候 只有自己一個 而且是全屋人都睡了 很安靜 那時候我不斷逼自己睡 但我睡不著 因為那個電影的橋段 恐怖的情節 一而再而再而三 不停浮現 然後我害怕到 即是紮醒了 其實是半夢半醒的 但是因為橋段太恐怖了 所以我就紮醒了 然後我跟上帝祷告 我跟上帝祷告 我跟上帝祷告說 可不可以把我恐懼抽走 因為那天剛剛看完 我真的很害怕 然後是生鮮滾爾辣的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 然後是有平安的 但是之後我覺得 實在的能力 立即彰顯 立即恐怖又回來 那時候我是很害怕 而且我那時候 是有點懷疑到 神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要給我一點平安 我真的很害怕 那時候我真的很恐怖 很恐懼 對 然後最終我喝不住了 我就下了床 我就想去媽媽的床上 我把爸爸拉了下來 然後我就跟媽媽一起睡 但是事情都沒有好轉 雖然我知道有個親人在我旁邊 但是我仍然是很害怕 那種恐懼是好像 好像倒水一樣倒下來 然後我是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沒有好過 然後我是失眠的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很累 然後呢 之後呢 我隔了一兩天 我問上帝 因為隔了一兩天 情況都有點好轉 然後我就問上帝 上帝為何你 不幫我 在那時候 然後上帝就跟我說 他說 我就是想給你一個很深刻的經歷 讓你知道 其實 你去參與這些邪靈的活動 對你是沒有好處 我要你好好記住 這些恐懼 這些那麼恐怖 那麼愉快的經歷 令到你 黑骨銘心 令到你 以後都不夠膽去參與 和邪靈有關的活動 然後就是 從那一天開始 我不再跟人說鬼故 我不再看鬼片 甚至乎 不聽鬼故電台的那些鬼故 我也不聽 因為我知道 對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那或者你們就會說 邪恶斯塔 我是基督徒 我有神照著 所以我去看鬼片 我去 我去 參加萬聖節的蛙鬼活動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有神照著 我有神保護 這樣 鬼不會 邪靈 不會傷害到我的 但我想告訴你們 這個是錯的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 去年還是兩年前 我也不太記得 那個時間 好像去年 TVB 他做了一輯靈異節目 就是由 諾蘭姐說鬼故 那時候我的家人 經常看這套節目 那我就 一做的時候 我就要馬上入房 因為 我知道我不應該去接觸這些事情 但是 因為可能在房間裡太久了 所以 有一天 我聽到他做預告的時候 我就想 不要緊 我出去 都是一秒的畫面 不會傷害我很多 而且我已經 我跟神之間的關係 已經這麼好了 我屬靈方面 也有一點進步 不要緊 我也不怕邪靈殺彈 然後我就出去聽 真的讓我不小心看到 那一秒 那一秒的畫面 然後 我又覺得 有沒有一秒幾秒的畫面 然後 我就突然覺得很害怕 很恐懼 因為那個邪靈的畫面 令到我感覺得很不安 然後 我就馬上意識到自己做錯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做錯的原因是 因為我被自己看了那幾秒 靈異的短片 然後我就馬上去 跟上帝 祈禱認錯 我說上帝 我做錯了 我不應該看那幾秒的畫面 但是那種不安感 仍然在 然後我就跟神說 我說 神 難道你不原諒我 我 我真的 真的 沒有心去看那幾秒的畫面 我真的在房間裡 焗了很久 我就 一出來 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會看到 然後 神跟我說 我不是不原諒你 但是你 不知道你自己 錯在哪裏 然後我就問神 究竟我錯在哪裏 然後神跟我說 你錯了的地方 就是 你輕視你的仇敵 如果你不輕視你的仇敵 你就會在你房間裡 逼多最後幾秒才出來 出來的 還有 你想真點 你那時候的心是怎麼想的 你那時候的心 是 覺得 你屬靈生命有進步 你跟我的關係好了 你屬靈方面的知識增長了 就覺得 邪靈 不會 搞到你 就輕視了你的仇敵 所以你才不 捱了那幾秒 出來聽 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高估了 你高估了 你自己的能力 低估了邪靈的能力 然後 上帝跟我說 你無論如何都好 你都不可以 你都不可以輕視你的仇敵 雖然你的能力不是來自於自己 你的能力是來自於我 但是你都不可以輕視仇敵 因為當你輕視仇敵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 擺亂了陣腳 你會很容易 留意不到他的一句一動 你就不可以 防不聲防 所以 你就不可以預防他的攻擊 所以 你不可以輕視仇敵 以後都不可以輕視仇敵 所以 也奉勸各位的紀錄圖 不要輕視仇敵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 有神保護著我們 有守護天使保護著我們 但是 問題就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邪靈是會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去襲擊你 去攻擊你 沒有要把你拖離神 那為什麼要給一個機會 給邪靈殺彈呢 或許這個機會 真的會成功 所以 還是要小心一點 其實萬聖節 除了蛙鬼活動 還有很多東西玩的 你可以在萬聖節到傳福音 你可以在萬聖節到 例如熬一些南瓜湯 去做一些團聚 和家人一起去喝一下自己親手熬的南瓜湯 其實熬過南瓜湯也浪費了整天的時間 所以其實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而不是只有 蛙鬼 而且 鬼是不能玩的 再說一次 是他玩你 而不是你玩他 你覺得你有權力操控他 但其實 他是操控你的那個 所以 大家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們對於這個節目有什麼 對於這個影片有什麼問題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跟我分享 看看我能否解答到你 並且 如果你想相信耶穌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跟祂祷告 然後跟祂說 希望耶穌你進入我的生命 並且洗脫我的罪過 祂將你所有的罪 就跟神說 求神原諒你 這樣耶穌就已經進入你的生命 如果你是被邪靈 傷害 不用怕 因為我介紹個人給你 他的名字叫做耶穌 你只要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去趕走他 他就會走 因為 他是必勝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找你家附近的教會去幫忙 那 現在 差不多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拜拜 小文化 你還可以看到 我幫你 自己的朋友 在家裡 我 你會不會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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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在那裡 那裡 我會不會有些人 你會不會有些人 不要緊 你會不會有些人 你會不會有些人